马来西亚新冠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吉达州各省医院病房也全被开辟接受新冠病患者 为此,许多孕妇被安排到低风险的医院进行例行产检 面对倍增的孕妇,沿线医院妇产科所使用的老旧胎新公缩监护以CTG已不足应付 医师们面临不足的挑战 得知医院的状况后,此际沿线联络处志工迅速动员捐赠胎新公缩监护以CTG 为沿线医院妇产科解决燃眉之急 我们有接触,确诊的孕妇完全不是在理事医院的採计 因为确诊的孕妇一定要保护诊 他们的风险会更高 因为他们可以突然间呼吸有问题 就是也避免接触到COVID病人的风险 所以现在有增加机器,还有他自己的寿命 是有两家,但是其实时常工作就只有那一家 因为另外一家一直要送去维修 比较担心就突然间不能用,就剩一家 我们也不能只靠一家机器做来 如果突然间有什么事情,我就真的没有依靠 胎心公缩监护仪帮助医生了解孕妇公缩和胎儿心率的情况 这是临床产检中的一项重要监测指标 除此之外,沿线医院院长非常感激此季送来的物资 及时缓解了医疗物品不足的问题 如果能够这些,我真的非常非常帮助 现在什么事,2瓦都能够一项 所以只能够一项,如果只能够一项 所以很开心,所以我们能够给药物和胎儿 也很快 另一边,在整所门口 司机之工把医疗物资卸下 准备移交给整所负责单位 疫情严峻影响了各医院及诊所原本的运作 医疗物资及器材都面临不足的挑战 希望人人发挥守护健康,守护爱的精神 祈愿疫情早日消明 大爱新闻,王哲卫,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